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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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这么安静 还真是不像你呀 小白 小白 哥哥你救了我 春花秋月何时了 你遇险了喊哥哥 醒了却喊萧白 看来还是没把哥哥放在心里 怎么会没把哥哥放在心里呢 妹妹有难的时候 哥哥出手相救 妹妹感激还来不及呢 是吗 哥哥就是担心妹妹 看错了人 谢谢哥哥 哥哥不用操心我 小白一身正气 光明磊落 我失忆到现在都是他在庇护我 我绝对不会看错的 不知道你的小白 与他父亲相比 是不是更胜一筹 那也比你好 我失踪了这么久 小白他们几个在客栈一定着急死了 哥哥要不先让我回碧水城吧 难道哥哥就不想看看长生果的热闹 要不咱们一起去好不好 不好 长生不老哪有爱情重要 这是妹妹说的 虽然说这爱情的滋味 哥哥没尝过 不过呢 妹妹和那肖白之间 也没有形容的那么天雷地火 刻骨铭心吧 我拙子呢 所以啊 哥哥得替妹妹好好考验一下那个 武林少盟主 武林少盟主 你要对小白做什么 妹妹你别担心 只是一个小游戏 妹妹就陪哥哥在这儿 好好看戏就好